歡迎收看媽媽老神 今天有協議都是假的 老公永遠說到做不到 結婚之前我就跟他協議好 雙方要分擔 你知道我跟公公住了七年 我就家事全包了七年 未來有什麼夢想 你們阿凡年事序 第一年又是香港 澳門 第三年又是香港 澳門 我們有一個協議 不能找不到對方 關機 找不到人 成... 你不要出來 你昨天沒有做出對不起我的事 你就給我去投手敲下跪 婚前喬了也是白喬 婚後老公就是會傻賴 任性 鑽漏洞 今天節目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和兩位老公代表 一起探討婚前協議婚後 變調的事蹟 到底婚前該和另一半 先談好哪些條件 才能用美好婚姻 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今年妳結婚幾年了 七年 七年 七年前妳們結婚的之前 有沒有做什麼婚前的協議 不管妳說 我老公肯娶我 就透過小我怎麼敢說妳的 好啊 他一直看 他一直說對不對 對 如果想要再娶我 我就會跟他做協議 就是每個月給我十萬塊 然後分房稅 沒事不要出現在我面前 對啊 那好 我想這樣子 我老公肯娶我 我就很謝謝妳的 不敢做協議 我怎麼敢做這些 這樣喔 我們婚前都會有討論 妳會嗎 妳跟妳老公 我們有 你討論嗎 因為我們在教會的 都會有婚前輔導啊 牧師就會規定你們 那你們會聊什麼呢 比如說要先講 最重要幾個點嘛 要先說他老公 要不要生小孩 我老婆說三個 我說那麼多嗎 兩個這樣 後來他生了一個 就說我不要再生人 我說妳結婚前缺好的喔 怎麼玩這樣 第二個是跟 要不要跟公婆住 對 一定要先講好 這不能不講好 然後後面就龐之末節啦 比如說家事誰做啦 或者是 不過這兩個真的很重要 要不要跟公婆住 要不要跟公婆住 可是在座長得這個樣子 應該都有分解協議 就是一定要的 一定要啦 解協議 要說自己有啊 沒有 要說有啊 沒有 要說有啊 先有後婚的沒有協議 來 沒有沒有 沒有 我那老公有婚前協議 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呢 是比較是 經情方面的 對 就是經情我覺得 一開始講好也很重要嘛 對不對 他就跟我講說 老婆啊 結了婚之後呢 就是一家人了 所以呢 我們要有一個呢 家庭共同帳戶 很棒 對 真的很棒 我突然想說 哇 真的是嫁到好老公了 結果就在某一天 他突然問我說 那老婆啊 這個家庭的這個共同帳戶 你要拿多少錢出來呢 我心裡想說 不是 老娘的錢就是老娘自己的錢 對啊 你覺得是我的 對 我的還是我的 我的 我的錢就是全家人的錢 老婆 而且是有自己的錢啊 對 對 我也是錄到這一個 我覺得你好好 漂亮 送你這一次 可以啊 真的 第一次 你看到我共同 小田莊有什麼 對 就每個月要收過一倍的概念 有沒有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可是不是 我需要拿錢這樣 然後老公就頓時想說 你怎麼可以給我這種心態呢 他跟我說 金額的多少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有沒有這一顆心 對 你知道他都把那個心拿出來 你是好意思不掏錢嗎 對 然後呢 我就每個月就有 都一些錢進去這樣 然後呢 我就想說 好 當作就是存錢好了 有一天呢 我就心血來潮 想說呢 來看看我們的共同帳戶 到底現在存了多少的錢呢 好期待 我就拿了我的提款卡 一刷 我就看 是被盜用了嗎 怎麼那個錢沒有增加 反而還減少了 我的錢去哪了 然後結果我就很生氣 我就立刻就是衝去逼問我老公 結果我老公居然跟我說什麼 你知道 他刺刺吾吾跟我講說 沒有啦 就是有一期家裡的那個 咖啡比較高一點 我就拿那筆錢拿去 就付錢了 他叫我那個 好多人啊 來的啦 好多人啊 你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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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全部都寫汗錢 搞不好 搞不好那個咖啡 被你占了一半以上 三分之二耶 沒有啦 沒有啦 就是 抓到 妳這個是老公的違反協議 有沒有 還有別人也有這樣的狀況 我的話就是因為我呢 不希望我結婚後呢 就是一個宅在家裡的打掃阿姨 所以我就跟我老公在婚前 結婚之前我就跟他協議好說 以後家事一定要各 就是雙方要分擔 就至少我煮飯的人呢 不用洗碗 那我打包垃圾的人呢 就不用追垃圾車 可是我萬萬沒有想到 我結婚後是跟公婆住 你知道我跟公婆住了七年 我就家事全包了七年 有沒有 然後就帶完好幸福 好幸福 而且我跟我們老公好離開 主婦看也不可能叫婆婆去 對 妳要贏小吃吧 叫婆婆去 對 而且這樣老公是婆婆在看 對 老公是要換老公 但是顏色老公就會看報紙 上他去到了 真的 我跟你講 絕對不能在我面前 喜歡老公 然後妳會黑掉妳被 黑掉 而且我還有另外一個協議 到底妳的衣服本來是白色的 對不對 妳的衣服都被我剝掉 對啊 而且我跟我老公還有另外一個協議 就是結婚之後呢 如果我們有出去 我跟朋友有應酬啊 一定不能超過十二點回家 可是 對 我覺得妳婚前怎麼玩就算了 但是妳婚後 妳一定要以家庭為咒 就是不能超過十二點 但是他結婚之後 萬萬也沒有想到 他上班變成了小夜班 對 回到家都已經十點十一點 那如果說跟同事揪一下 就吃個宵夜什麼的 回到家已經是超過凌晨 而且他頻率真的很高 他真的是朋友一揪就去 也不懂得拒絕人家 我那時候就很氣 我就說妳要嘛 妳就帶我去 妳同事我也都認識了 為什麼我不能去 他說 其實我同事都沒有帶老婆耶 因為他同事 親人啊 就應該在親自的事情 沒有說 沒有 妳那個協議影小失大 妳應該先協議不要跟公婆住之後 才有職業去扒人 跟公婆住之後 這樣子加起來 沒有 妳後面怎麼說都不OK 對 跟婆都在靠 大陸生 這是妳兒子的事 妳以後禁止穿黑了的衣服 真的嗎 Stacy 不要有壓力 真的 真的 我們天天一下 外面會有壓力 真的 妳在那邊有攝影師做就算了啦 因為老公在 我們就想一些開心的協議 那我們婚前通協議 開心的想說 因為有說 甜甜蜜蜜不是常常問 那個要結婚的心房心房說 妳們未來有什麼夢想啊 我們說 環遊世界 環遊世界 注意後面兩個字是世界 然後呢 後來我就想說 好 那我們就想說 一年至少要出國三次這樣 三次很多耶 對 想說要出國三次這樣 我想說那就算被韓蔻也會有兩次這樣 對 然後我們第一年就出國啦 就去香港啊 澳門啊 日本啊 第二年啊 泰國啊 然後又說很久沒去香港了 再去香港 又澳門啊 第三年啊 又是香港 澳門 有一次 我發現 我發現 環遊港澳 我沒有辦法離開東南亞 對 我發現我離不開這個區域 我跟你講 因為可能後面婚後 我們這 後面再去港澳這些地方 就覺得說 奇怪 好像整個感覺不對了 你知道嗎 什麼意思 不知道是他覺得說 跟的人不對還是怎樣 就是說以前我們去每個地方 都好開心 你知道嗎 因為第一次去 唯一的不對 只有去太多次 對 太多次了 對 太多次了 我們是在忍耐 後面去你知道怎樣嗎 後面去你知道嗎 他就說 那我們今天規劃要去哪裡 你要去哪裡 沒有東西 沒有港澳 你知道嗎 然後好 比如說 我們去這個地方 因為香港就是 海港澳玩到會變別的地方嗎 對 你講海港澳 因為香港就是買東西吃東西 買東西吃東西 比如說我們去逛 逛海港澳好了 逛得很開心 他一個人在後面講公事 你知道嗎 一直打電話 跟台北的辦公室 對 有戒指 我就覺得說 我好像是自己一個人來 你知道嗎 後來 去十次 林北就覺得說 連港澳都不要去 你有沒有特別想去什麼地方 哪有在想個題目 許願 都提過 美國就說 頭尾去掉兩天不划算 那兩天旅費白花了 去歐洲就說 那個地方吃得它不合 因為它老兵口味 要饅頭包起來 老兵 你要不要吃到饅頭 中餐就好 沒有到老兵 中餐 我們也都有他數不盡的理由 去韓國語言不同 日本日文字有的有中文 還看得懂 看不懂啊 講英文 對 Herry咧 你會跟老婆有這樣子的協議嗎 出國也是這個 也是有婚前協議 因為其實我跟她的認識 你敢嗎 不是 其實我們算是 我們算是異國戀情 而且我跟她 天蕾溝通帝國的那個地方 是在 我們就是在 那個地方的飯店的電梯裡面 我壁咚它才會有 所以這一次就給人家閉嘴 沒有 我就 有 是因為美齡到了美國 不是要請茶集在哪裡 對 所以就讓她去了 沒有 就那個時候你知道 我那個 就是 對 風情好氣氛一下 然後她也是一樣 跟Stacy有這種 環遊世界的夢想 對 然後說好吧 環遊世界 那我就去 天湖山世界啊 對 然後 真的 你這樣之前 想到真的好一點 所以 除了劍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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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大世界 對 我們第一年 搞瘋掉 第一年 就去了劍無山 會把他們倆趕出去了 小孩 怎麼說的出口 那時候 難怪怎麼會幾歲 兩個人啊 真的耶 好 但是 第二年 小孩兩歲的時候 終於 我想說 那已經要有誰有得 那因為她音樂劇的時間 已經排定了 我通告跟課的時間 我說好 那我排開 我們終於 終於有五天的時間去沖繩 對 但是沖繩完之後 我在想下一趟 他們不曉得 想要 還有月世界 月世界還 還有綠世界 留下來好不好 沒有 我跟你講 我老公真的就是一個小器 講到這個協議 我們婚前就是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協議 因為你知道那個時候 我們在嫁之前 就是很有本錢要求 你知道嗎 那我老公他是這樣子 他有一個存款簿 他的存款簿裡面的金額 是全世界 連他的爸媽 都沒有任何一個其他的人知道 到底有多少錢 對 那他緊張了 他緊張了 那個眼神 對 那當然看了以後 我當然就 對 然後說好 那為了避免以後 就是萬一有亂花錢的行為 所以呢 以後這個錢就是歸我管 這樣 他就說那不行 他在那邊痛啊什麼 哪有這樣啊什麼 我這辛苦打拼什麼 我說好 那共同 我們成立一個共同的戶頭 就是兩個人 你要小心 我要是看到這個數字才肯降 對 真的 真的 還要你說嗎 難道說得不長笑嗎 好 但是各位今天在 就要把我評評理 我們講好要成立 共同戶頭這件事 因為我是說服他說 共同戶頭我也不能偷領嘛 必須要兩個人一起去那個 對 到現在 四年了沒有去過 不是說今天天氣不好啊 外面太冷啊 我說今天行程太滿 四年了都沒有一天有空去 我們家是有小孩的名字啦 是真的 對 就是小寶的名字 把他騙去試試看 也可以 秀琴姐妳跟志遠哥 我其實呢 我要跟這些太太們講 我真的覺得就是 我們要給老公 一個慘痛的經驗 你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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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好他們才會遵守 對 因為我們在婚前的時候 我們就 我們有一個協議就是說 我們不能 然後我們找不到 就討厭 我們時時刻都 都要 對 然後呢 對 對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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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姬就是怎麼樣 有 有 不是 那那個時候呢 我懷孕差不多四五個月嘛 然後 他又在中南部比賽 然後我是那個有什麼 就是要馬上打電話給對方 然後呢 他之前就講說 我跟你講 我今天這個地方 我們吃飯的地方 是在地下室 然後會收不到訊號 我可能會回得比較慢 但是我還是會 很快的就會回你電話這樣子 他那三通都有回 OK的 然後我想說要打第四通的時候 我跟你講 那個口氣已經有點就是 你知道 有點就上火了 不耐煩 不耐煩 他說 你現在到底要怎麼樣 你現在在查勤是不是 才第三個 我還沒有講 我說 老公 他就有那個 他就有情緒 情緒不對了 然後他就開始在那邊 他說 你現在在查勤是不是 你現在是不相信我 是不是 我就跟妳講 十二點以前 我們教練團結束的時候 回飯店 我就會打給你報備了 你不相信我嘛 是不是 然後我就還沒講完話 他啪 電話就掛掉了 好帥 好帥 對 一掛掉之後 我再怎麼打 關機 找不到人 好可惡 我跟你講 我去看一點公說 你知道嗎 真的 然後整個晚上 你知道球員就是這樣 然後就連鎖反應 很像全世界的電話 都 就接通不了 而且還原來會胡思亂七 然後打電話都換電 然後他們就是學長 學弟一起住 那天晚上 所有人的電話都接不通 然後我整個晚上 你知道嗎 有鬼 有鬼 我真的快瘋了 有鬼 然後我就等… 等到早上第一班的飛機 我就下去南部 我就一進去球場那個休息室 我就不管三七二十八 管他的 這樣子 然後你知道 所有旁邊 那些球員 教練 什麼人都聽得到 因為他們那天 在拍一個什麼廣告 還什麼 老娘也不管了 對 然後你知道 他就老實人在家 因為你知道 還要有一點面子這樣 拿個球棒 老實人在家說 我們到隔壁聊 隔壁的時候你知道 隔壁到牆這麼厚 隔壁聊的時候 球棒有帶去吧 有帶去 有帶去就是 準備要我打他的 對 你說一次的話 對 很帥到隔壁 對 還說 加法 我說 什麼 你為什麼不接電話 爸爸媽媽什麼的 我就在那邊 怎樣…這樣子 我說 好 如果你昨天沒有做出 對不球的事 你就給我去投手球下跪 我說老婆 對不起我 你知道投手球 你知道遠看就是很高 對不對 對 然後你知道嗎 然後還有別隊在練球 然後還有一些球員 教練在那邊 對啦… 我們昨天帶他去酒店 就一堆人在那邊 對 對 球隊 加油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 他也都是 臉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你知道 其實我當然知道 他一定不會去投手球 結果他就這樣慢慢… 就衝上去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想說完蛋了 我怎麼會 做這種傻事呢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真的上去 他就上去 然後就跪了 然後我又更下重本 他本來是面對那個計分板 然後我說 不行 要面對我這裡 面對我 就是觀眾席 你知道嗎 妳本來今天超辛苦的 妳 對 就這樣子 你知道嗎 對 就是這樣 所以你知道嗎 他就回頭 然後又說 老婆對不起 老婆我愛你 然後從此以後 他就 再也不敢不接電話 不回 即使電話壞掉 然後還是怎麼樣 完全就是路人 他有一次還用 就是隨便一個 然後 就路人電話說 我現在用路人的電話 打電話給妳 好緊張 對 手機沒電 然後包包包 等一下 真的 真的 教訓 沒有 教訓很重要 真的 真的 太厲害了 真的是趁懷孕的時候做 男人比較不會接 沒有錯 那天晚上我都公說了 對 對啊 不過這個是真的 老婆很有尷尬 那如果像我們這種 不敢做這種事情 如果說我們這種婚期 已經有協議好 可是老公才發現 真的做不到 我們有什麼建議 可以老公 老公做不到 那老公有歉意嗎 其實我覺得身為男人 既然已經有協議了 是應該要有這個肩膀說 真的是搞錯了 其實我身邊 像有時候 那個媽媽會帶小朋友來 然後我們就說 她現在跟公婆住 有很多教養上面一些爭議 然後她就說 當初結婚前其實是答應 就是要在公婆以外的地方住 她才答應嫁給她的 但是結婚後就不了了之 這個故事 我聽了一遍兩遍 我就 怎麼那麼多家庭都這樣 老公就食言而非 好啦不管了 不過有很多的原因 有時候是因為經濟的關係 有時候是因為母命難為 很多的 那我就覺得 這個時候老公應該單起承認 就道歉 那你就食言要道歉 反正你要跟她相處一輩子 對 所以這一輩子當中 你後面再慢慢還她 但我覺得 死鴨子嘴硬是最危險 對 一副就是沒有啊 然後忘記了啊 假裝不知道啊 我覺得太太會 擺爛不OK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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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下跪耶 對 還有下跪耶 真的 我剛剛一直在想那畫面 到底是怎麼樣 一定是有做錯事才會去那裡下跪 對不起 後來 後來 是這樣嗎 秀婷姐 天殺 不過有些是結婚前的那個 就是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可是到有小孩之後 其實有些家規又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對不對 對 大家有沒有在育兒方面啊 曾經遇過哪些家規 或者是跟老公有哪些爭執 有 因為我覺得像看電視的話 會傷眼睛 而且會影響學習 所以呢 我就跟老公協議好說 我們有小孩以後 就不要給小孩看電影 那小孩不看電影要看什麼呢 就當然是要看書啦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就在我小孩三個月的時候 我就真的去買書 然後回家給小孩看 三個月 三個月 真的 然後我老公就對我說 你有毛病啊 你有毛病啊 三個月的嬰兒 能看什麼書啊 對不對 可是我就不管 就是說這就是我們的新家規 以後 從現在開始呢 我們不管怎麼樣 兩個人每天一定要花一個小時的時間 念繪本的故事給小孩聽 然後剛開始這幾個月 我們都有真的遵守 然後誰知道有一次呢 我就是比較早回到家 突然間一開門的時候 我就傻眼 看到我老公抱著小孩在看電視 你知道嗎 然後我傻眼 我老公也跟著傻眼 然後他就說 你不是說你幾點幾點才要回來嗎 然後你是那個原因 對 他就是想說 趁我回來之前 那小孩看班讓我知道 我才知道原來他根本就沒有在遵守 然後我就整個超火大 我就說不可以 你還是要遵守我們的家規 然後我老公就說 你這家規實在太無聊了 他就索性擺爛 根本就不遵守了 我想說好吧 你現在不遵守那就算了 你就不管他了對不對 我怎麼知道現在小孩長大了 小孩想看電視 他還偷偷開電視給我小孩看 然後還說 一會兒媽媽不要告訴他 不然媽媽會生氣喔 你聽 我聽他這種話 氣不氣 對啊 真的 好像我們是壞人一樣 就是 就是 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我們在 他才做樣子給我們看 對 真的人走了之後天下大亂 對 志遠哥咧 像剛剛王醫師有講說 那個跟公婆住的這個部分 那我跟老公之前呢 婚前就跟他講說 我絕對不要跟公婆住喔 如果你要跟爸媽住 那我們就 這樣就好了 他說可是我是長子 我說那長子又怎樣 長子不跟爸媽住就不孝順嘛 我就每天跟他洗腦就對了這樣 最後就被說服了 然後後來呢 那我們就買房子了 然後後來就馬上入門洗後 生了小孩 然後老公就覺得說 我又進了這個圈子 那我的大貴人就坐在我對面 大嫂團 那進了大嫂團之後呢 老公就說要體恤我幫我 就是 因為妳很忙 對 因為大嫂團那時候就是 你知道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要錄影這樣子 有一次我家裡就是 你知道 三代同堂都在來看電視 我女兒又是做了一些 然後對長輩不敬的事情 我就直接加法拿出來 要準備打的時候 我婆婆整個衝過去 你知道 抱著我女兒 我整個失手 你知道嗎 打下去 打到我婆婆 你打到我婆婆 你打到我婆婆 你手都打到我婆婆 你手都打到我婆婆 你發誓你是失手 我失手 你沒有加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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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跳起來嗎 甩下去 她 婆婆一過來說 好 你才是誰 不是 我婆婆真的是很機靈靈敏 要抱住小孩這樣 我整個來不及 你知道就整個趴下去 就打到她那個背膀這樣子 你知道這當時 空氣整個年紀 真的 然後 現在是在阿嬤 對 對 然後 沒被打到我 你要去投手球跪一下 對 要去 真的 然後她就說 小孩為什麼要打呢 然後我跟我婆婆真的說 真的要打 就打我好了 又補這一句話 那你有沒有再打第二次 沒有 你不做惡不修 你都往真的沒有那麼跪 對啊 我說媽 我那時候真的有點就是 嚇到但是 嚇到 妳是不是說媽 這是妳製造的 沒有 所以我就說媽 其實我說小孩子 真的不對這個時候 對 我說她聽得懂 不要說小孩都聽不懂 不對就是現場要教 她說小孩子哪聽得懂 她就是聽不懂 你在那邊這樣拉著她的手 等一下會脫臼幹嘛 什麼什麼的這樣子 就跳順到一個步行 然後我整個就是你知道嗎 我整個當下就是又有 有苦難言 然後她就說哪裡痛哪裡 她根本就沒有被打到 你知道 然後我當下就說媽 對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 然後我婆婆又回等我 然後又把小孩又帶到房間 這樣 媽媽壞壞 又跟我講媽媽壞壞 妳在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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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妳知道完全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我想說老公 妳到底有沒有在跟你爸媽 溝通 對有沒有跟公婆溝通 像我們這樣真的很難交 你知道 就完全就是一個無解 不過我要先平反一下 第一個當然這個婆婆說媽媽壞壞 這是絕對不可以的好不好 對 請公婆不要在背後重傷爸媽 這件事情 真的 不過秀琴 我幾乎都是勸所有的媽媽們 就是當妳跟老人家溝通無效的時候 妳就算了 妳不能去干涉 或是在她面前去 替公婆的教養的錯誤 然後妳去執行懲罰 妳就是永遠的黑臉啊 妳的孩子心裡怎麼想 看到媽媽就是沒好事 我就算在妳面前乖乖 妳也會因為我跟那個阿嬤 這個不皮皮的時候 然後打我 那我就跟你漸行漸遠 然後什麼事都不敢跟你講 所以其實秀琴妳就算了 但是妳可以在孩子別的時間跟她講說 妳對奶奶做這件事情 奶奶不在意那是她 但是妳不要這樣對我 如果是我 我會生氣 這樣就夠了 讓妳知道妳的孩子知道 不要這樣對我 但是妳要對別人 我管不著了 那她都說沒關係 那就這樣了 那就讓她自己去承擔那個後果 原則還是要說 對 對啊 算了啦 妳也打婆婆啦 打了 失誤 也是啦 也是啦 也是 我賺到 如果她夫妻要在教養上面 不同調 對小朋友真的會造成很長遠的影響 對 當然 所以最理想的地方還是教養同調 對 像剛剛不管公公婆婆或爸爸媽媽之間 最好能同調 我剛剛講的是 真的不能同調的話 妳就睜一睫眼閉一睫 妳就算了 顧好妳自己的關係 那同調的好處 當然也要讓大家知道 比如說妳教養 就是大概不同的規則 可能會第一個 讓孩子生活常規無所事從 這個我想大家都明白 那第二個就是說 她會誤以為父母的愛有差別待遇 比如說 如果妳們兩個不同調 那媽媽比較愛 因為媽媽都會讓我看電視 對 那另外一個人就很衰啊 就算說我沒有不愛妳啊 只是說這個事情 我們還談不攏這樣 這第二個 我覺得會讓另外一個人中槍 那第三個就是不知不學 學會情緒勒索 因為小孩最討厭就是 譬如說媽媽 我可不可以吃糖果 媽媽說不行 瞪妳一眼回頭說 阿公阿嬤我在糖果 阿公阿嬤給她 沒有 沒有 沒場了 還會回頭還會再看妳一眼 對 這個真的 後面有勒索的表情 這個就是 那就是情緒勒索 就是說妳被 不給我沒關係 反正有別的愛我的人會給我 對 那我覺得 當然爸爸媽媽不要落入這個 這個試探 對 不要落入這個全套 我兒子最近 就是很常會跟她講說 那妳不給我吃糖果 就不吃飯 對 他們會這樣 很危險 很危險 很容易叫我勒索 但是我們就是溫柔的堅定 我們不要被她那個眼神射傷 我們就是 就 沒辦法 妳就要堅定 對 最後一個就是 久了久之 你們夫妻就會吵架了 對 對 我們溝通這麼久 我們都還沒有共識 妳都不跟我討論 妳也不願意妥協 就這樣 就會越來越大 因為妳就會從這個點 吵到第二個點 第三個點 第四個點 對 完全正確 像我們現在就是 邀請教師 已經怎麼樣 分居了嗎 其實這一點我們還沒有共識 就是說 當然 家規有規則 就要有人來執行 對 那這個執行者要是誰呢 我們兩個就是一直都喬不龍 因為我覺得人家說 養不教 誰知過 誰知過 對 所以我就跟她講 那理所當然 妳就是要當這個黑臉 讓她覺得嚴覆慈目 沒有錯 可是她就是堅決不肯 而且她有一招就是 她只要講到這個 她就開始頭低下 然後就慢慢感覺 背後好像有音樂出來 她就說 妳要想 我六 我們小寶 國中畢業的時候十五歲 我已經六十歲了 我到她的畢業典禮上 人家以為是 阿公來了 怎麼可以那麼準 不然人家 好感濕 對 再來 這麼有洋蔥的故事 妳們還笑 然後她就要結束 到她大學畢業的時候 她好不容易可以去打工 買東西 想要孝敬爸爸的時候 那時候 爸爸已經離開了 我已經吃 那時候我已經七十歲 可能要吃什麼好的 也吃不下了 已經沒有養子了 對 妳知道 醫師我就陷入一個無解 我不知道要怎麼樣 安撫這個 這個老兵 老兵 不是 我覺得不一定 沒有人規定說一定是岩父 對不對 像我們家也是 我媽媽就是岩母 我爸爸就是聖誕老人 因為我爸爸以前都在拍戲 所以他以後有假日 他就看我們要買什麼 就帶我們去買 我們家也是這樣 所以不一定要設定是哪一個人 妳就設定是我 可是我不想 對啊 因為好人都妳們在做 我們都做話 對啊 那妳這樣講對不對 她剛剛講什麼 我們就很鹹 什麼養子不叫 父之過 三次經這種都來了 對不對 她有一次還講得很嚴重 對 說妳不凶她 妳到底是不是一個男人 還要 想說 小孩子女生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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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 天不開不言 最準的一字 其實妳跟Kiby老師有Key 女生 有對喊 是她專業 對 講到這樣 妳能不罵嗎 對不對 有一次我們去吃飯 就是 因為一來 點完菜以後 菜還沒來 小孩子妳知道 他上了保保以後 他手就不停在那邊抓 什麼筷子 碗在弄 對不對 湯匙 他那天就拿湯匙 在那邊敲那個盤子 大家都在看 我想說拜託 我還需要你這樣幫我打知名度嗎 你在敲什麼東西 我就開始講 我說幹什麼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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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敲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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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來了說 你這樣嚇孩子 等一下飯來了 他怎麼吃啊 我想說第一次我忍 我忍 沒關係 然後後來飯來了對不對 東西來了 那他媽媽就急著要餵他 餵 他餵了吃幾口就不吃 我說你幹什麼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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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要講什麼 你再不吃 等一下不能下去玩 好 他又來了 他說你幹嘛這樣子 你這樣子嚇他 他更不吃了 我說好 因為我最討厭就是那種 連續劇都有在演 比如說爸媽在餵飯對不對 然後阿嬤就在旁邊說 沒關係 他不吃就不要吃了 阿嬤真的很愛吃 他就是這種人 你知道嗎 又要叫我管 然後好人又要他當 我到底在幹什麼 不是 你要想方法這樣 你是 你不能只有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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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只給他一個人 我會的英文單字就不多了 你講中文 可以講中文 你不然我要這樣想到 不 對 神經病 你要不要講為什麼 對 我要講為什麼 都有講好不好 直接就給他一個答案說 這樣就不行 都有 那我想說 那這樣好啊 都不要管 都你們來這樣就對了 沒關係 我們請喬姐官來問 對 我們再請謝律師來 不需要 基本上 我們如何擬定有效的家規 這才是我們的重點 那比如說第一個 我是覺得可以要按照 孩子的年齡定力合理 所以小寶現在大概兩歲左右 對 一開始就 就是說吃飯的時候 要讓他坐在餐桌上 三十分鐘 這就不合年齡 兩歲怎麼可能 五分鐘就開始在那邊亂鬧 對 年齡乘以二乘以三 六分鐘就很偷笑 對 這是第一個 按照孩子的年齡定力合理的家規 第二個就是 要適合全家人都遵守的 第三個就是邀請孩子一起參與 更大的孩子 你看這個有年齡之分 對 最小的 然後中間的 那更大的你可以說 那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如果下次考試的時候 你的進步幅度還是不夠理想 你覺得有什麼辦法 我們不要說懲罰 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你 然後這樣柔軟一點 讓孩子說 那我可能就是一個月不要玩LINE這樣 那他自己決定 你自己決定嗎 那這樣我們再來討論下一步 那如果你受不了玩LINE的話 媽媽爸爸可以怎麼做 那就讓你沒收 錄音錄下來了 你說的 你說的 對 但是你自己說的 你大概就比較願意去執行 對 那最後就是當你在執行的時候 譬如說真的要去沒收手機啦 或是真的要去處罰啦 就記得就是CAP 清楚一致 CAP就Clear Accepting跟Praise 第一個是C 就清楚一致性的規則與獎勵 在沒收之前你要先講好 你還記得嗎 我們有約定過對不對 如果你忘了我可以放影片給你看 好 那確定 好第一個清楚一致 那第二個呢 就是執行的時候要溫柔 不要在那邊搶搶 你給我拿來 然後打他拿過去 然後聲音很大聲 我不愛你了給我滾出去 這些都不 就是已經沒有溫柔了 只剩下堅定沒有溫柔 那第三個是Praise 記得 如果你的孩子真的後來遵守家規了 你有沒有忘記只獎勵他呢 對 你的孩子定了一個 對他自己很嚴格的規矩 結果最後做到了 我們都覺得很好 這應該的 不是 你應該很獎勵他 他最自律的能力又增加了一等級 對 為了這個稱讚他 他下次就更有動機 可以做下一次對不對 很棒 對 真的 對啊 因為我們堅定 對 好 那至於呢 關於那個 大家家長方面 或是之前婚前的一些規定 這些都OK的 但是最後呢 其實兩個人還是要一起生活 跟小孩子生活 生活上面有很多家規 其實是 我發現真的遇到 才會發現 對 真的 那個 牙膏要怎麼擠 對 然後襪子要放哪裡 對 這些小小的問題呢 其實發現 結婚之後會慢慢的看到 這些很可怕的事 沒有錯 對 對 我就是結婚之後才發現 我老公脾氣藏不住 應該是我 因為我婚前有喝到夾酒 所以我才會當一次 有一個夾酒 有一個夾酒的助理 對 喝到的是我 那我就是變成 我跟他約好說 就是我們在小孩或外人面前 就是不要吵架 尤其在長妹面前 要裝一下嘛 不要讓他們擔心 那有一次呢 就是家族聚餐 那因為聚餐就是 親戚很多嘛 但是我們就想說 在路上的時候 就有一點起點小爭執 然後我就不跟他說話 但因為親戚很多 我想說 那長輩都在 他應該就是會裝一下吧 那一到的時候 我就很熱情的跟他 叫大家打招呼什麼的 然後我就一轉頭 他居然擺這樣 臭臉已經坐在底下 我就把我當陌生一樣 都沒有找我一起進去耶 然後吃飯的時候 也都不說話 都完全不跟我說話 然後氣氛就 場面很難看 對 我那時候想說 好 我忍 我想說好 老公 妳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爸媽都在喔 妳有提醒她 對 我提醒她 我說我們有約好喔 然後她就把頭撇過去 就不理我 就真的超氣 然後我爸媽 都感覺到那個氣氛不對 所以大家吃飯 大家也都默默都不說話 然後回去的時候 我真的很生氣 然後我媽那時候 就傳了一通Line來說 我跟妳老公是不是整 那感覺到了 對喔 想到我現在整個頭皮都發麻了 我就真的很想要跟這個 不遵守約定的男人離婚耶 喔 真的很氣 我覺得這個真的 長輩面前這個真的不行 長輩面前這個真的不行 沒有禮貌的 這最後一句你沒有瘋掉嗎 要我一定 就跟他吵架啊 一定要跟他吵啊 可是他就是 脾氣就是 對 這真的很氣 這比較麻煩 所以結婚之前 不要吵架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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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媽咧 我就是因為 我本身是一個 有潔癖的人 然後我是那種 回到家 就外舒服回到家 我一定會換居家服 我覺得外舒服實在是很髒 對 但是我自從跟我老公結婚之後 沒有想到 全世界竟然會有男人 回到家西裝不脫 然後直接就給我 躺在床上 滑手機 有時候累了 可能滑了一兩個小時 然後就直接順勢的 躺下去睡了 我想說 他不會覺得是悲嗎 對啊 因為客廳有沙發 你為什麼不做 一定要躺在床上 而且問題是我兒子就是 小兒子有 然後我就覺得外舒服很髒 我常常都覺得我兒子 如果那種 所以我後來我就規定他說 才上床 但是他就不聽 我就說好 你不行 你就是不聽 那你以後就躺在床上 我就瞪著你看 看你還睡不睡得早 對 沒有 我說你不讓他上床 然後後來我就是跟他講說 你如果 我就一直盯著他 一定要他去洗 因為洗床單那個工程 非常的浩大 而且 換還是一個罩門 因為他不會換被套 他覺得換被套很累 很麻煩 所以他就一次兩次之後 就是比較 就皮繃得比較緊了 我就會知道說 你去那個綜藝節目 借那個電椅有沒有 給他放在下面有沒有 這有效 一場就電到這樣 很用電了 我就應該家裡應該要買一桌 我也是有潔癖 好 因為我們從小 我們家三個男生 我們家沒有女生 但是我們男生的教育 非常非常嚴格 但剛好在美玲家的生活方式 不太一樣 他們家是比方說 長輩就是命令晚輩 然後如果 就是命令更長的長輩 就比方說 比方說小學生就叫阿嬤 阿嬤我要吃飯 你幫我盛 阿嬤我要吃布丁 你去冰箱幫我拿 然後我就跟美玲講說不行 我說 因為 然後有一天她就 玩手機她就開始又 可能忘記這個習慣 忘記我們這個規定 她說妳幫我倒咖啡 我說 好 我就會幫她倒咖啡 咖啡 妳的咖啡來了 然後她就玩手機 妳幫我倒水 我說 我直接回來說 我就直接轉過去看她這樣 對 然後她就嚇一跳 她就說妳生氣了 我說我們不是講好了嗎 對 就是說 分工合作 對 分工合作 那再來是這種事情 不能一直重複 她忘記了 我就提醒她 對 然後後來她 糾正 對 糾正她 後來她就說 她本來說 那妳幫我抽衛生紙好嗎 我直接把衛生紙拿起來 往廚房丟 砰 妳是去哪 好 真的 衛生紙有這麼難 對 真的 妳可能還要踩過 妳就讓她怎麼辦 妳要不是在小人跟我做這件事情 下場會怎樣 我只能覺得 TERRY 妳是真男人 好衰 沒有 因為那個是衛生紙 如果是別的我不敢丟 對 像那個Jerry說 他有潔癖對不對 我老公也有潔癖 他是哪一個潔呢 潔省的潔 這大家都應該知道 對 我們家不能沖水這怪了吧 什麼沖水 沖水 不能沖水 廁所不能沖水 那不沖水 真的還假的 對 因為 你知道小孩子洗澡 就會有那個澡噴 那就是他覺得小孩子洗澡的 其實小孩子很乾淨 是 所以小孩子洗澡的洗澡水 如果在小孩子洗完澡以後 就倒掉 就太可惜了 所以他就準備了 就是我們家就是充滿了那個 像好像屋簷會漏水的那種水桶 他就要把那個水集結起來 那但是這些水集結起來 還要做什麼用呢 就是我們上完洗手間以後 他就要來沖水 他就要拿那個來沖水 所以我們家就 就是上完 很好啊 我每天都用那個洗澡耶 你可以洗澡 也可以浇花 也可以沖水 還可以沖水 還可以沖水 太扯了吧 對 然後 對就是 可是你知道這個習慣真的很難 很難配合 像這個從小到大 你就是 對 對 就是很慣性 那個習慣就會把它沖掉 對 對 就是有一天半夜 然後我就是上完洗手間 上完以後我就順手就 然後就沖了 然後沖完以後 明明蒙蒙地站起來 結果一開門 我老公鐵青的臉 頭髮亂七八糟站在門口 我嚇到 我說你幹嘛 你怎麼樣啊 他說 你抽水了對不對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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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 你落室 聽到 聽到我沖水 他在台積的時候 他聽到 就證明我活到這把年紀 還是耳聰木名 心到爬地 所以你睡覺吧 節省很好 可是老實說 因為尿味跟那個便味 會有那個 你用水那個沖力去沖 他知道你這樣的時候 叫我我都來沖 你做什麼交換那些 我看你沖尿跟沖屎 你的尿跟屎有多臭 你知道嗎 當然這個 該沖的還是要沖啊 對不對 可是我是覺得不能浪費 他昨天發生的事情 他昨天一點要去 某這個飯店開會這樣 開完會以後 然後我就 他先哄小孩睡覺 我就陪小孩睡 結果一出來 就看 我們全家燈 全部都是亮的 你知道嗎 他怎麼還在 結果沒有 他已經人出去了 而且他就走了 我們早上叫的那個 麥當勞早餐 他也沒帶喔 他 我根本不知道他每天都在想什麼 他為了工作 為了工作 對啊 他為了工作 回家是有溫暖的燈 溫暖 不行嗎 心靈姐 你到底要胡說八道到幾點 沒有 沒有 大概十點 我們結果在十九點到十 十點到十點 沒有 像是我說我們父親 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你覺得黃醫師 有什麼建議要給的 因為這樣真的 我覺得第一點就是 家還是我們最後的避風港 對 家和萬事興 我們剛剛講了好多 需要燈光 那我覺得家和萬事興 這個才是我們最高的 這個怎麼講 指導原則 就不能打破的 那至於一些細節呢 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真的已經開始有些裂痕 不要忘記專家都在 好不好 讓這個尋求專家的協助 當然 有的時候有一個第三者 講出來 兩邊把兩邊的話 互相溝通一下 大家都是為了這個家好 其實我覺得也是一個 讓我們整個夫妻感情 更好的方法 是 但只能說這麼多家規 其實真的啊 大家都是為了家好 對 大家加油和信心好不好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小朋友 謝謝小朋友 小朋友 大家拜拜 拜拜 小醫師 小朋友的狀況就是 我們講他 左耳精右耳出 尤其青春期的小孩 你罵他他也不聽 你鼓勵他 他好像有一個 對 為什麼都沒笑 那要怎麼樣 到青春期的時候 即便你說你如果好好考試 我可以送你什麼東西 他可能都 所以說 不稀罕 對 怎麼辦 其實這個不是怎麼辦 而是我們要認識 我們的大腦發展過程 之前我們在節目的之前 以前講過 13歲到比如說18 9歲 這青春期的孩子 他的腦袋裡面 是沒有風險概念的 所以你跟他說這個機率 他是聽不懂的 那這個時間的大腦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他也不接受任何懲罰 跟獎賞 但是很有趣的是 他接受一個動機 所以如果今天你能夠 刺激出他一個信念 一個動機的話 你不用懲罰他 也不用獎賞他 他也會全力以赴 這個是在某一個大學裡面 他就研究 發現說這些孩子 我們如果用懲罰或獎賞 然後去看看他大腦的功能 你們這些反應 發現就是沒有反應 所以我們也不要覺得 很內疚或自責 或是覺得很灰心 如果小孩子 我們現在不受教 他大腦就剛好 在青少年這段時間 還沒有成熟 等到他再更大一點 到25歲以後 根據這個研究告訴我們 他的整個 對於這個獎賞 背後所帶來的 這個機率問題 或是背後的這種 驅使的這樣一個能力 才會增加 所以我們就到青春期的時候 盡量讓孩子說道理 跟他有一些內心的互動 讓他知道說 我做這件事情 到底錯在哪裡 對在哪裡 優點是什麼 缺點是什麼 然後我們就閉嘴 讓他自己去判斷 自己去做決定 好 了解 謝謝